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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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让女性有动机来租而不是用买的 因为并不是每样东西都适合用租的 但当然有一些情况是用租的其实是比较大家喜欢的 包括说你刚刚当母亲的时候或者是说第二个是特殊场合 第三个是当你想要在买之前试验产品的时候 这些情境是我等一下会特别解释的 因为迁徙世代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共享经济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群众呢就是多数都是迁徙世代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小朋友跑来跑去的话 大家可能就会知道说看这个照片就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 每年回收在台湾回收的玩具是超过了一万公斤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因为就算是在香港 百分之五十的家长会把他们的新玩具丢掉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足够的空间 所以不得不把几乎还完好无损的玩具丢掉 让大家想一下 大家还不记得我们以前很爱的玩具现在到哪里去了呢 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玩具总论员的故事 就是说玩具可能会找到新的主人 或者是有或者新生 但是呢我们丢弃玩具的这种情况 其实对其他海侠来讲是一种损失 尤其是我们百分之我们丢掉的玩具 百分之九十是由塑胶做的 然后他们要过四六个月的时间才会分解 为什么我们选择当妈妈的女性来作为我们的TA呢 因为香港跟台湾都有一个状况 就是生育率非常低 在这两代的生育率都非常低 所以就算你想要生第二个小孩 或许你可能也要再间隔两到三年 但是当这个发生的时候 所有你需要的用具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有这些工具了 所以你那个时候这些工具要堆在哪里呢 要么就是储存起来 要不然就是卖掉 那你如果已经卖掉的话 所以你两年真的又得要买新的 所以在这个间隔当中 你可能可以用租的 就是去从这个已经生了第一个小孩的妈妈里面 那边去租 或者是用他们用过的这些用品 所以除了当妈妈这件事情以外 我们也认为特殊场合 比如说那些单身 或者是这个只有两个人的伴侣的话 他们如果想要邀请朋友来家里面的话 在香港有个地方叫做party room 我相信台湾应该有这类似的东西 但是当你必须要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付场地费 然后你要付食物的成本 有些时候你其实就只是想在家里聚会一下 所以当你在自己的家里办这些聚会的时候 你有没有合适的器具呢 不一定有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子就是 我们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你可以去跟其他人租 可能就是跟你的邻居而已 你的邻居其实就有这些设备了 比如说你想要装饰房子 让它看起来更可爱 就完全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想要去小朋友办庆祝会 完全没问题 所以只要有人在出租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有这些相关的器材 如果你这个很讲究的人 你想要就是去准备一些特别的点心 我们也有很好的烹饪的器材 现在市场上最热门的叫做 气大锅 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 所以你就不需要用那么多油就可以炸东西了 所以就算是如果你去超市买的话 可能是两万到三万元采一台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租的 你的成本就会低很多 等一下可以让大家看一些例子 因为我等一下会让大家玩一个小小的数学游戏 所以第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婴儿的娃娃车 如果你也有小孩的话 你希望他们的妈妈 他们在哭的时候你可以摇他们 如果你有这个机器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成本 如果是全新的话 它是一万八千七百元 这个是你网络上找到最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租的假设 我们可以这个租的话 如果你用两个月 然后又打折的话 然后如果我们有打九折 那你两个月只要花两千六百块而已 所以 其实你只要花售价的七分之一 就可以使用它了 所以如果你要用两个月的话 它会比你买一个全新的便宜很多 所以在第二个例子里面 如果你想要使用超过两个月的话 如果我们说是四个月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整个加起来呢 再加上折扣 你的成本是四千六百七十元 但是一样跟你从二手市场去买的话 二手市场的售价是六千块钱 考虑到这样子的情况 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仍然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用租的仍然比较省钱 所以你会考虑要买新的还是二手的 或许你不一定会相信租赁公司 因为我们可能在消费者心当中 心中还没有这个形象 或者是这样子的信誉 所以如果你要租的话 它其实是更为省钱的 或许 一万八千七百元可能有一点夸张 但是我们有些其他例子 比如说那个钻钉腔 你可以从本地的这个家用五金行 特立屋你可以用租的 我从他们的网站上面看到 如果你用租的的话 全新的钻钉机 如果是用买的你是一千三百块钱 用租的话一天才一百五十元而已 但是谁会没事去买一台钻钉机 如果你一次可能只是小小的钻一下 或者是只是为了要组装家具的话 就比如说你买了IKEA的家具 你需要组装 就是用一下下而已 我以前在美国住过 我会买很多IKEA的家具 所以基本上他们可以节省成本 如果你自己装的话 你会比较省钱 所以大家其实都很习惯 在家里组装家具 因为对成人来讲 你其实要组装什么东西 就非常都简单 如果你有钻钉机的话 非常简单 只要可能花一两天 你可能只需要用一两天而已 但是你只用一两天 你需要花一千三百块钱 却非常的贵 但是很不幸的 我在这边找不到 二手市场的钻钉机市场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在卖 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女性比较喜欢租而不是买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先试用再买 很明显的就是 当你想要买东西 尤其是贵的东西之前 你都会想要试用看看 如果你只是比较网路上的评论的话 他们有可能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假的 百分之八十五的女性 他们会需要 在做角色之前 他们会先去看评论 所以对女性 他们常常会在买东西之前 先去看一些评论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经验 我来台湾之前 我原本选了一间Airbnb 它有提供这个染发镜跟吹风机 因为我留在想 我需不需要为这么短的旅游买一台 但是我觉得它价钱太贵了 所以我试过第一次之后 到底谁会花五百块美金 只是因为说 我没有仔细看指示 我就要花这个钱 所以我第一次实践的 性格并不是很好 但是当你在买很贵的东西之前 其实你自己试验会比较可靠 这样子让你就不会买错东西 然后后悔很久 所以这张图表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Greater Good用自由的方式 它就像是一个租论的平台 有成租人 出租人 然后在平成上的东西 都会由我们的团队进行评估 然后你可以付订金跟租金 要说多少订金是由出租人决定 那我们如何让整个交易的经验让人很满意呢 我们每次做每次教育的时候都会产生QR Code 所以当初租人跟租人见面的时候 他们会扫QR Code QR Code一启动之后 它就是表示租人期间开始 所以在你归还你的租人物品的时候 它就是租人期的结束 所以我们的获利模式就是我们很坚持 我们绝对不收手续费 原因是我们并不希望从出租人跟乘租人之间收取任何费用 所以我们向使用者承诺说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新的新创 我们觉得要保持高流通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会从两方那边收取费用 但是一旦我们达到这个关键点的使用量之后 我们可能会跟不同的企业合作 然后开始提供更多的服务 像比如说他们如果想要建立清单 或者是希望他们可以有更高的排名 或许他们要提供进一步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收费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未来扩张计划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只是C to C的模式而已 我们也希望能够图B 比如说希望企业也可以加 商家也可以加入 因为我们觉得说你在做生意一定是需要获利 所以你要获利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希望可以更多人能够加入我们的平台 让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使用者数量 所以这个分享折扣 这有一点像是Coupang一样 你可以来这个网站 然后去登录说 你有一个特别想要的产品 一旦有足够的数量的人想要这个产品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折扣 但是在这个例子上面 我想前调的是社群的力量 因为大家比如说在这个平台上面 都可以分享同样的价值以及认识彼此 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的关系只是出租人跟乘租人而已 我希望出租人跟乘租人最后是可以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因为建立关系表示说我们就可以分享 当我们谈到分享的时候 它最终就是可以减少浪费 另外一点是 对我们像这样的观光课来讲 有些时候我们不想带一大堆东西去旅行 所以以这个例子而言 当我们来台北 比如说像以台北为例 比如说我从来没来过的话 我可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买我需要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平台上面 我们可以跟本地的商家合作 比如说像Tens Renters 我已经知道Ubike了 但是在香港共享单车 这个市场已经萎缩了 是因为法规的关系 所以在这样子的案例当中 我仍然认为在香港 它可以帮助这些租认方 如果大家只能依靠Google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Google 它就是唯一拥有资料的拥有者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小商家可以成长 并且也有相当可观的收入 所以以租认服务而言 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C2C的服务 也希望能够做B2C服务 就是对 从商家到顾客也可以用我们的平台 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手续费 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运作 成果这个发展的时期 所以我们的收入来源之一是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Toby 这是一个APP 他们会提供服务说 如果你有需求 他们可以替你找一个特定的服务供应商 然后你会获得你需要的服务 但是这个服务供应商必须要提供 在网络上面提供他们的服务 然后客户他们接受服务的这一方 不需要付钱 但是你每次需要某个东西的时候 你只能替五个人配对 所以以我们的例子而言 我们不想要这样做 我们不想要限制说 你做生意的机会 所以唯一我们可以在这个网 听着他们赚钱的方法就是 就是那些想要在网络上提供服务的人 以及想要购买货币 所以从我们的平台没有购买货命的人 让他们的网页可以变得更热门 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 在我们的网页他们打广告 如果你问我如何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跟非政府组织合作 或者是就算是要盈利的组织 他们也可以 如果他们能够跟我们有共享 同样的价值的话 就是他们想要降低浪费 让环境更为友善 这是我们想要合作的一些组织 他们比较可能想要加入我们的平台 来跟其他人分享物品 所以我们来稍微谈一下我们的历史 因为在我们参加这一次的高峰会之前 我们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叫做 Startup Weekend 它是TechStar主办的 所以如果大家看照片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来了五个人 我们玩在 我们是在那一天才见到彼此的 然后在右边的那一位 右边第二位呢 那是Vincent 他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创办人 他叫做Easy Care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他就是我们的社群媒体工作人员 如果有学生 他们中学生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压力很大 课的压力很重 所以在香港 所以很多人都有很高的压力 学生有很高的压力 但是这种高压 变得很极端的时候 学生可能就会自杀 这一点非常的悲伤 这一点很可悲 所以Vincent呢 他就想要 创造一个产品 希望能够降低自杀率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从2013年 学生的自杀率 大概每年25人 但是到2018年 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几乎50人 所以就算这个数字没有很大 但是很明显 这数字是在每年成长的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 帮助学生不要只仰赖科技 比如说像是社群媒体 因为社群媒体上总会有新闻 所以有一些 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他没有办法防止自杀 而Vincent他想要 帮助这些学生脱离虚拟的世界 所以他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用一个实验性的方法 让他们可以离开学校 摆脱手机 来探索世界 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世界上永远有更好的地方 永远有更适合你的地方 来释放他们内心里面的压力 所以最后 可能让学生也可以在未来成功 所以这个是他的计划 很让人惊讶的 我们居然得了第一名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来到这一次的Summit 来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的概念 跟我们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公司 现在现阶段我们仍然在找合伙人 尤其是设计师工程师 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加入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在演讲过后 跟各位谈一谈 尤其是你只要一扫我们的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联络我们 谢谢 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演讲 希望大家在这个会议里面 都有愉快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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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